这个程式,这样其实这个行数已经到20几行 可是开可以更简单 就只要10几行就可以解决 怎么做呢,再别注意 其实将来如果各位在宣告的时候 基本上一定是一个类别名称 后面宣告给他一个名称 然后呢,我再把后面Gest Instance 再把它,这个Gest Instance 会产生一个实体丢给他 实际上这个部分另外还可以再精简 我可以不需要宣告任何物件 我也可以拿它来使用 我只要怎么样呢,直接拿后面的这一段就好了 然后呢,这个后面的数字3210 我可以把它再跑一个回圈 不过3210的话 因为我们是,前面是加加,对不对 那现在变成什么,简简 所以初始值一定是比较大的 所以是印词一个I等于多少,等于3 初始值,条件的话呢,当I怎么样呢 I是一直减嘛 所以I如果不等于 你条件的话你可以3210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后面的条件呢 假如你可以跑一个,那后面加一个减减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印着I等于3 然后呢,当条件呢 我要跳进回圈的条件为I大于等于0的时候 我可以跳进回圈 然后再来就减减 所以你会发现3,2,1,0 再来减减就负1了,负1了啦 就跳0了,对不对 OK,第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跑一个回圈 就跑到里面啦 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不宣告物件 而要来使用的话 各位可以直接用什么 就是用类别名称 后面呢 不过前提你还是一定要import啦 import它 然后get instance 后面的话呢 加上两个参 这两个参数呢 分别就是I 然后后面点format 直接拿它来使用 这是第二种 这是第二种 这个使用类别的方法 我们不宣告一个实体 直接拿它来用 再来的话呢 直接怎么样 把date放进来 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run出来结果 也是一模一样 那当然你可以可想的 自己想说 老师那 哎,顾名思义 是不是说这个地方 还可以再金钱呢 这一行 你想说 哎,老师 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 我以后呢 如果用date 我可不可以不要宣告 哎,其实也可以啦 那不宣告怎么用呢 特别是这一行 我没有宣告对不对 其实非常简单 就后面这一段而已 所以你如果说 不宣告要使用的话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new new一个什么呢 对 然后new之后呢 直接就在这边使用 记得要刮胡 有没有 直接在这里 也就是new了之后 就不需要宣告 那这种方式的话呢 它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 这个叫做匿名物件 匿名物件 那所谓匿名物件 就是说 前面是一定有个物件名称 对不对 我们才可以去使用它 可是你后面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物件啊 那你只能 比较这个就是你不需要给它一个物件名称 只是那也就直接拿它来用 那这种方式呢 我们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匿名物件 就是不用一个物件 也可以使用 但是它有个缺点怎么样 你不可能 如果说你后面会用到很多次的话 那你最好还是宣告吧 不然每次都new一个 new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对程式跑在效能上面一定会比较差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 程式看起来也不好阅读啦 如果你new一个date 以后后面 假设会一直使用的话 那如果你只有用一次 像这个题目里面这样 就用一次 那你就new一个date就好了 有没有 你会发现更精简 又少掉一行了 又少掉一行了 那这样的话呢 程式看起来就更精简 那只是说呢 将来如果你程式给人家 那有些人可能会看不太懂 为什么 因为假如没有讲解过 有些同学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可以这么精简 那另外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把后面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改为system.current.minus 这个我这边有改完 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 改成这个system.current.minus 那实际上跑出来 也应该会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写法 可以非常的精简 如果你用system.current.minus 你上面连import utile的那个套件都不需要了 所以这地方最后 如果说考试的话 当然最精简版是这个 OK 那当然它是从什么呢 从这个方式所改变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慢慢的 各位可以稍微try一下 由比较复杂的 慢慢到比较精简的 OK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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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